《经济日报》的《重榜分析》 今天是推介中电2号 简选原因是 中电今天就会公布中期业绩 回顾中电在5月份公布的 首季香港总售电量 就是按年增长0.9% 当中住宅用电 按年增加1.7% 但是商业用电 就是按年下跌大约半成 集团有解释 讲到售电量升幅 部分就是被写区防疫措施所抵消 对抗新冠病毒疫情的措施 持续影响商业和基建 以及公共服务客户的售电量 现在本地感染个案 已经持续清零一段时间 加上电子消费券本月推出 有助中电香港受电量加速回升 中电主要是透过合作形式 积极发展 例如大湾区发展多年 与南方电网、中国广核集团等企业 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 根据南方电网公司 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 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和海南 全社会用电量达到6,900亿千瓦士 按年增长两成 增速就创出了历史同期的新高 而两年计的平均亦增长一成 换言之 内地发电量见增长 当众内地较活跃的南方地区经济活动 明显已经恢复 为中电即将公布的中期业绩 特别是内地电力业务增添了憧憬 市场看法上 除了电子消费券憧憬之外 摩根大通早前发表的报告 亦是中电为香港上市公用股当中的首选 因为中电的香港碳中和目标 为顺利带来上行的空间 汇丰持续看好中电业务组合的防御能力 特别是香港业务 又在内地业务方面 中金早前指 中电去年同时在中国内地新增149瓦 兆瓦封电拼网 认为后组公司在光伏、封电等可再生能源的布局 将会推动中国内地业务加速增长 支持整体的盈利能力 中金认为中电派息稳健 同时全球疫情影响逐步消退 加上积极推进的减碳发展策略 都会为公司带来正面影响 策略建议上 中电股价上星期逆市向上 并且升破了至今年4月高位展开下行轨的阻力 明显市场对它的中期业绩有憧憬 不妨以中电今日的开市价买入第一注 如果股价有机会回落到78元以下 可以加多两倍的注码买入第二注 然后作中长线收息 短线的目标是88元 跌穿72元就适宜止舍